台湾选手在大联盟史上的第一支拳雷打 竟然是由头手打出的 而且不但如此 他还是台湾史上唯一的大联盟全明星 超经典的那一句 好想赢韩国啊 竟然也是因为他 巅峰席防御率1.2 用超强三阵功力 杀爆大联盟打者 他就是不死鸟 郭洪志 对于小朋友来说 郭洪志这个名字 可能是YouTuber 艺人 甚至电影明星 而对于棒球迷来说 郭洪志绝对是台湾史上 最有代表性的头手之一 在棒球场和演艺圈名利双收 不过他的生涯并不是那么顺利 好不容易从台湾进入大联盟 但却被冠上了不爱国的骂名 职业生涯动了9次手术 打滚了6年还在小联盟 但就像他的外号 不死鸟一样 郭洪志一次一次的浴火重生 在巅峰席 成为到齐的王牌终结者 究竟这名王牌左头 克服了多少困难 付出了多少努力 才在大联盟站门脚步 把每一球都当作最后一球 用他的豪行左腕 书写不死鸟传说 这段我们来聊他的故事 欢迎收看沙发人物志 让我们一起坐在沙发看体育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台湾棒球界的传奇选手 不死鸟 郭洪志 郭洪志在1981年出生在台湾的台南市 小时候因为体力旺盛非常好动 所以在邻居的牵液下开始打棒球 加入公园国小的少棒队 看到学长们到处输国比赛 觉得说 哇 好帅哦 才开始把棒球当作乐趣 后来也拿下了全国冠军 还有世界冠军 国中的时候就属于建兴国中 当时同校的学长就是王建民 进入青春期的郭洪志 开始变得叛逆 不但会撬掉练习去打游戏 还一度更喜欢打篮球 甚至因为不想练球干脆退队 后来是在教练和爸爸的劝说下 才被拉回球队 不过这一点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他的实力 他在国中联赛的冠军战 单场标出13K 击败了美和国中的王牌 沈玉杰 拿下联赛冠军 还有大会功劳奖 不过真正让郭洪志 声名大噪的 就是在1997年的 第二届金融期 作为号称台湾甲子园的赛事 金融期是高中棒球界最盛大的比赛 也是全国球迷都关注的赛事 而当时就对于南宁三宫的郭洪志 虽然只是个高一新增 不过却因为超龄战力成为先发投手 在金融期三回战先发登板 投满主局 一共投了166球收下比赛 结果到了8场赛 他从第三局就后援登板 一直投到了比赛结束 而且这一场比赛 打到了第13局 据说郭洪志的投球数 甚至超过了180颗 根本还来不及修行 就到了冠军赛 郭洪志这一次又是燃烧所有 从第二局后援登板 一路投到赢下比赛 用50分的表现拿下赛事冠军 并被选为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 虽然看上去风光无限 但是这样大量使用的后果 却是为之后的伤病埋下隐患 很多人觉得 如果高中的时候有被更好的保护 那么郭洪志的发展一定会更好 所以在旅美返台后的郭洪志 也致力于发展基层棒球 推广科学的训练方式 让打棒球的小朋友 可以接受到正确的观念 找到最适合的训练方法 为了把他的生涯经验 分享给所有对棒球有兴趣的人 我们的郭董 近期也推出了 他亲自设计的线上课程 从基础的肌力和体能训练 到大联盟级别的投球教学 同时也会请来现役的职棒选手 进行打击还有守备的指导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避免运动伤害 不管你是零经验的棒球爱好者 还是有经验的玩家或是运动人 都能在课程中收益良多 郭洪志会亲自参与每一项内容 手把手的传授 他的人生经验 除了吸收正确的运动知识 学习他最拿手的诉求和变化球 调整投球知识 提升球数换准度 还会教你在高压的环境下 要怎么克服心理障碍 去面对挑战 全方位提升运动表现 软起你的棒球魂 这一堂郭洪志的大联盟棒球课 目前也在募资优惠中 只要点击下方链接进入课程官网 在4月6号之前都可以享有早鸟优惠 另外再输入我的折扣码 I'm Sofa 还可以再折150元哦 所以如果喜欢郭洪志 热爱棒球的朋友 千万不要做过这一堂棒球课 学习更多的棒球知识 变得更强更喜欢棒球 像郭洪志一样突破自己 挑战更高峰 在金融期的优异表现 让郭洪志声名打造 成为高中棒球界最受关注的选手 不过他一些太有个性的问题 也经常被媒体拿来大作文章 不少人指出他爱耍大牌 比赛的时候情绪化 而且喜欢把球数拼到两好三坏 追求解决对手的那一种刺激感 不过场下负品不断 场上的郭洪志却是做自己 用他不服输的好生心 主宰了高中联赛 左头郭洪志 右头曹景辉 这两名天才高中生的比赛 总是会吸引到大量观众 1998年亚青赛冠军战 郭洪志作为中华队投手先发登板 而对手就是 名满日本的平成怪物 松板大斧 两名王牌投手 上演了一场顶尖对决 郭洪志投了其有三分之一局 送出11K 不过松板大斧 技高一筹 用投满九局 只掉一分的表现赢下冠军 虽然没有赢得比赛 但却是让郭洪志投出了身价 周围那些 来看松板大斧的大两盟球弹 都注意到台湾有一名左投手 实力完全不输给松板大斧 而在回国之后 郭洪志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还在高中联赛的冠军赛上 和曹景辉正面交手 不过南宁三宫遗憾落败 在中华队集训的期间 他的球速飙到了150公里 再加上左投的先天优势 马上吸引到了大联盟的关注 于是在高中毕业后 才刚签下台湾旅美第一人 曾经封的倒计队 这一次找上了郭洪志 并开出了125万美金的签约金 当时的郭洪志还没有服兵役 而且还入选了台湾举办的私情赛 不过倒计这一边 害怕郭洪志被抢走 而郭洪志的想法也很单纯 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想到美国打球 于是没有考虑太多 就决定和倒计签约 但也是因为这个决定 引爆了郭洪志事件 1997年7月 还在集训的郭洪志 忽然被姐姐带走 并在之后召开记者会 宣布加盟倒计 马上引起了大量风波 因为那一年的私情赛 第一次在台湾举办 大家都希望 可以把冠军留在台湾 但是签约职棒 意味着不能参加比赛 少了郭洪志这个重要战力 对中华队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影响 因此很多人觉得 郭洪志的决定太过自私 甚至批评他是不爱国 最后因为擅自离队 被中华棒鞋处以严厉处分 开除国手身份 并宣布永不录用 本来旅美挑战大联盟 应该是风风光光的 但是郭洪志 却没有得到任何祝福 还因为兵役问题 如果回国就要当兵 眼看已经退无可退 郭洪志最后在道琪的安排下 以观光的名义前往美国 正式展开旅美生涯 不顾一切 资深前往美国 这时的郭洪志 连英文都讲不好 只能东拼西臭尝试沟通 好在道琪队 也是足够重视郭洪志 让他从高阶EA开始起步 2000年的4月 郭洪志首次登板 先发三局就投出了743政 最快的球速飙到158公里 本来以为按照这样的表现 郭洪志很有可能 成为台湾史上 第一个登上大联盟的选手 但是他赖以生存的左手韧带 却在这个时候 啪的一声 断了 在接受了核实共证检查之后 到期队决定 让他接受韧带重建手术 也就是俗生的 Tommy John手术 随后就进入漫长的复健期 虽然在之后顺利复出 但是中华棒鞋 这时候马上改口 表示说 当初说的永不入用 只是永不入用轻棒EA 所以又以中华队的名义 征召郭洪志 出在2002年的福山亚运会 能够为国出赛 郭洪志当然非常高兴 不过商与复出 他的表现并不理想 在金牌战 面对韩国的比赛 终继登板 却连续投出两次保送 让韩国反超比分 最后输掉比赛 这也是不理想的发挥 让他又一次背负骂名 而在高中时 大量使用的隐患 却又在这个时候爆发 所以在短短的三年内 郭洪志又接受了两次手术 其中还包括 第二次的Tommy John手术 也一度被到期排除在 大名单之外 成为实质的小联盟选手 在生活费高昂的美国 小联盟的薪水 根本不够生活 他只能每天省吃俭用 甚至还要变卖金链来过活 每年过年 看着朋友们返乡回家 他也只能一个人留在美国 就连傅星罹患癌症 他也因为兵衣问题 被卡在国外 直到傅星过世 才在球团的帮助下 回国奔商 这一段时期 是郭洪志职业生涯 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他没有放弃 每天坚持复健 也跟随球队到处观赛 最后靠着不懈的努力 熬过了这段时光 在复出的一年内 完成了三级跳 并在2005年9月 终于迎来大联盟生涯的初登板 成为台湾史上 第四位大联盟选手 正式展开大联盟生涯 大联盟生涯的首次登板 郭洪志终极登场0.1局 就掉了2分 表现实在不大理想 不稳定的发挥 也让他往返在3A和大联盟之间 但因为在小联盟 都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到其决定 让他改头先发试看看 于是在2006年9月 郭洪志在做客大都会的比赛 迎来大联盟的第一次先发登板 拼用6局7K 50分的完美表现 拿下大联盟的第一场胜头 也靠着这一场比赛站稳脚步 让当时的道琪教练表示 郭洪志绝对是一个 值得等待10年的选手 同年的12月 他再一次披上中华队战袍 出赛卡达举办的杜花雅云会 面对上一次 忍恳吞半的对手韩国队 郭洪志这一次主投5局 只掉了1分 帮助中华队拿到了重要的一胜 最后靠着林志胜的自胜一击 中华队成功击败日本 以5胜0败的战绩 拿下亚运金牌 郭洪志也因此免出兵役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台湾 摆脱兵役的束缚 和上市的困扰 这一只浴火虫生的不死鸟 准备在大联盟展翅高飞 2007年6月13号 这是台湾棒球史上重要的一天 王健民和郭洪志同一天先发登板 而在剑载顺利拿下胜头之后 郭洪志也再一次创下纪录 在到齐第七棒的Vilsen Batamid 和第八棒的Mart Camp 接连打出全雷打之后 接下来郭洪志登场 又是一发红不让 打出台湾选手 在大联盟史上的第一只全雷打 之后霸汁的甩棒 留下经典时刻 这也是大联盟史上唯一的一次 由789棒串联的三连轰 被永远地载入大联盟史册 最后在投出的部分 他也以七局掉一分的表现成功夺胜 对台湾球迷来说 这一天可是双喜临门 让全台球迷看了大呼过瘾 但在这一场比赛过后 郭洪志的投球又陷入挣扎 经过检查发现 他的手肘内部还有碎骨残留 只好再一次接受手术 赛季报销 不过动了这么多次刀 郭洪志也坦言早就习惯了 正因为跌倒的经验丰富 所以他不再害怕跌倒 那一些杀不死他的 都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2008年 付出了郭洪志转战牛棚 虽然不能担任先发投手 但是局数减少 让他更能够尽情发挥球速 这一个赛季后期 他逐渐往布局投手发展 主投80局 送出96K 防御率只有2.14 不但在季后赛 站上国联冠军舞台 还在赛季结束后 被标准为最佳布局投手 好不容易打出身架 但到了下个赛季 手肘又再再再次发生不适 甚至还一度出现了 投球失忆症的情况 这时候他也强烈感受到 自己好像对棒球失去了热情 一度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其实职业生涯 历经这么多磨难 郭洪志有好几次 都想过要放弃 但想到家人和球迷们的支持 他最后都咬紧牙关 告诉自己 球迷没有放弃我 我也不能放弃自己 也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 郭洪志在季末回到球场 拿下了季后赛生涯第一胜 虽然到其最后 惨败废神人 但是找回自我的郭洪志 已经准备好燃烧所有 用他的豪情左腕 征服大联盟 2010年的郭洪志 可以说是鬼神级别 开技从牛鹏出发 暴杀大联盟打者 没有任何左打 能从他手中挤出弯打 一直到全明星赛前的出色表现 让他以替补的身份入全明星赛 成为台湾史上的第一个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大联盟全明星 再次为台湾的棒球史 记上重要的一笔 一直到7月28日 郭洪志连续解决了36个左打 完全没有被打出安打 创下大联盟新的历史记录 而当美国的球迷发现 郭洪志这一支 能够连标96麦的左手 竟然已经动过了4次手术 更是被他强大的意志力所震撼 说他根本是一支打不死的小枪 K-Cro-Croch 而台湾的球迷 当然是更喜欢叫他不死尿 因为他强大的三阵功力 还有英文的姓氏K-U-O 所以他还有一个更霸气的外号 K-U-O 都给你三阵啦 一直到赛季结束 郭洪志一共出赛56场 主打60局 送出73次三阵 在转任终结者之后 拿下了12次救援成功 是盗洗队最新任的王牌终结者 而且更夸张的是 他还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打破了盗洗队百年的历史记录 用1.2的超低防御率 成为盗洗队史上 单季防御率最低的投授 正好遇到王健民陷入低潮期 威风八面的郭洪志 成为了台湾球迷最关注的对象 而他每一次用尽全力的投球 三阵后豪迈的正臂甩腿 还有霸气的直出对决 都成为球迷心中永远的经典 经过了这么多高低起伏 曾经的少年不再年少轻狂 历经过这么多手术 这么多附件 他根本不晓得 自己什么时候会再次受伤 所以只要能上场投球 就要用尽全力一拼到底 把每一场比赛 都当作最后一场 甚至把每一球 都当作最后一球 豁出去 用力丢就对了 在2010年燃烧的所有 度过巅峰的郭洪志 开始走下坡路 受到旧伤复发 和心理压力的影响 他的表现大幅下滑 也在赛季结束后 接受了第五次的手足手术 不过这一次 到岂没有和他续约 来到美国的第12年 郭洪志成为了自由球员 陆续和水手和小熊签下合约 不过最后都无功而返 打拼了这么多年 又回到原地 不过郭洪志 还想再拼一次 于是在2013年 世界棒球经典赛 郭洪志为国争光 争取打出好表现 但是在预赛 面对韩国的比赛 却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打出一支超前的两分炮 也导致球队最后输掉比赛 这才有了许展员主播那一句 超级经典的 好想赢韩国啊 有关系 我好想赢韩国 好想赢韩国 回到美国 他没有得到绝对青睐 而在外打拼多年的郭洪志 也终于想回家了 14年的职业生涯 他从当初那一刻 有点屁屁的小鬼 变成了成熟稳重的大联盟投手 也从背负骂名 到成为台湾之光 而这一次回到台湾 除了是要延续 他的职业生涯 也是要把美国专业的运动知识 和他这些年的所见所闻 带回给台湾棒球 于是在奋斗了这么多年后 郭洪志带着遍体鳞伤的左手 和属于无数球迷的大联盟回忆 踏上了返乡的归途 2013年6月 郭洪志离开美国 中华职棒马上制定了郭洪志条款 成功签约郭洪志的队伍 就必须放弃掉 选秀会上的前三轮子民 最后在经过协商之后 郭洪志决定签约 家乡的球队童医师 正式踏上忠实的舞台 作为旅美返乡的超级明星 郭洪志的加入 为童医带来了极高人气 他个人的代言广告 也是街道手软 不过放弃三轮子民造成的战力损失 和郭洪志丰富的伤病史 却也是个问题 忠实生涯第一年 拿下27次就能成功 防御率只有2.57 球速一度上看156公里 其中郭洪志对决 陈金锋 郭洪志vs高国辉 还有公益赛 加码敲出全雷打 这些名场面 可以说是满足了 球迷的所有期待 可惜这个赛季过后 又陷入伤病潮 出场的次数大幅减少 也一度被下放二军 其中还接受了 左肩和右肩的两次手术 最后这三年的合约 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养伤 也被很多球迷冠上 薪水小偷的骂名 到2016赛季结束 和统一师结束合作 再一次成为自由球员 虽然富邦和将极力争取 但是郭洪志 还是想要再拼一把 于是重返美国 和教室签下小联盟合约 回到大联盟体系 但一切已经物是人非 当初他巅峰期的头补搭档 Rod Barajas 如今已经成了教师的3A总教练 两个老朋友相见身欢 Rod Barajas也告诉郭洪志 不要让我等待久 但是在春训旗 评估自己的表现过后 郭洪志最后决定自请离队 返回台湾 加入富邦涵酱 2017赛季出赛20场 防御率6.91 赛季结束后 接受右肩的骨刺手术 又在2018年春天 开刀切除肿瘤 至此职业生涯 已经动过了9次手术 一向要想的郭洪志 也终于决定卸下战袍 宣布今年结束后 不再投球 正式从球员的身份退役 把剩下的人生 拿来陪伴家人 2018年5月 他睽违1111天 再度拿下胜头 2018年10月 季后挑战赛 他迎来了 生涯最后一次登板 终继1点1局 没有10分 在9局上半 结束投球任务 为他的棒球生涯 画下句点 退场的郭洪志 单膝下跪 亲吻投手秋 告别这一个 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 随后向球迷们 脱帽自尽 在观众们的掌声中 结束了他 19年的职业生涯 从小联盟 拼上大联盟 再到中华职棒 他经历过 看不到未来的低谷期 也站上过 一辈子的荣耀全明星 用哪一次又一次 不认输的倔强 让支持他的球迷 为他欢呼 为他流泪 也为台湾选手旅美 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动过9次手术 送出300张老K 还有成千上万次的投球 永不放弃的不食尿 也终于到时候 说再见了 之后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了 退役后的 郭洪志 自力于发展基层棒球 除了开设健身房 让学弟免费训练 也创办了 郭洪志运动发展协会 集合群众的力量 来帮助棒球发展 特别是帮助弱势团体 和偏向的小朋友 随着网络时代兴起 他开设了个人频道 郭董懂不懂 通过分享个人生活 吸引了大量观众 在网络世界 找到了生涯第二村 之后更是跨界 进入演艺圈 除了参加众力节目 还在红极一时的 全明星运动会 丹人领队 甚至在去年 还主演电影 在大荧幕上大秀演技 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怀着雄心大志 挑战美国 到后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最后落叶归根 回馈最爱的棒球场 他也只是笑笑的说 如果没有受伤的话 我应该蛮强的吧 但我想说 白痴哦 如果没有受伤的话 你一定超强的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频道 追踪IG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